我們走著路 在吃雜雞的路上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裡千千 我今天是全世界最快樂的人了 有多快樂 這麼快樂 大家都知道我非常的熱愛吃炸雞 比起連鎖店的炸雞 但連鎖店我也很愛 但是呢 更愛的就是市場內的那些炸雞了 而且呢市場內的炸雞 通常它賣的時段很短 而且買的時候呢 你就是要像打仗一樣擠進去 所以呢我們今天來拍 大台北隱藏在市場裡面的市場炸雞 但是呢我不愧是雨神你知道嗎 因為今天呢是台北店 厲害了吧 我上個禮拜本來其實是準備要拍攝 就是上個禮拜原本預計要拍的店 公修 沒關係 移到這禮拜 哇 直接台風天耶 我真的是與人同行 我們就來看我們的第一間在哪裡 走在炸雞的路上 每一步都是漁越的步伐 走囉 走一走 走一走就好 對 謝謝喔 吃腿啦 然後 然後把那推薦吃 對我們的招牌賣完了呢 快點來 對賣完了 賣完了 賣完了 再有些東西都沒了 很相信嗎 我要吃胡椒 胡椒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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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到了 但沒有買到頭盤 可惡 太近了嗎 來喔 沛池 終於 不是 我必須要說 它開店時間真的很特別 是因為它是8點半開到2點半 可是老闆娘說 他們通常快2點的時候就會賣完 哇 現在開 有覺得我比較亮了嗎 有比較漂亮嗎 各位 皆さん 然後重點是它最熱門的是它的腿排 但是腿排我剛剛到的時候 它已經賣完了 沒有關係 多美啊 你看一看 這樣一隻40塊 然後其實我個人比較喜歡吃腿排 因為我覺得腿排肉比較多 你們是喜歡吃雞腿還是吃雞腿排啊 我們先來咬咬看好了 這樣40塊 我覺得很漂亮耶 我咬囉 哇 很好吃耶 因為我吃到的是它放在架上 不是現炸出來的 外皮吃起來非常的酥脆 但是不會烤嘴巴 裡面的肉是吃得到 肉本身的那個甜味的耶 欸 這個很好吃耶 哇 我是不是應該走回去 再把整攤包起來 嗯 等一下A-S-M 我還有點它的雞屁股 嗯 雞屁股就比較還好 但雞屁股現在要出來 應該也會很好吃耶 這間很可以耶 配吃這一間 哇 已經讓我期待後面幾間了 我們就往下一家前進吧 好心情 GO 糟糕 我很熟 我想要對著鏡頭唱這一首 但歌詞我沒有很熟 好心情 小鈴鐺 五隻雞翅 然後… 四個雞腿 四個雞腿跟一分雞瓜 再選擇 來了 這間是在內湖的文德炸雞 而且我跟你說 它本來在市場內 它只是一個小攤子 賣著賣著它就有變麵了 感覺是不是很厲害 重點是我上禮拜本來就有要拍市場炸雞這一集了 就來的時候它撲空 我們走著路 在吃炸雞的路上 肉眼可見的難過 文德炸雞究竟味道是怎麼樣呢 我據說它的雞翅非常的厲害 但是我也有夾雞腿 等一下 我不小心點太多了 給大家看一下 它看起來跟配齒子可能不一樣 它看起來比較薄 比較少那個鈴片的那種感覺 我就咬囉 各位不好意思了 整整不一樣的風味 哇 它的皮非常的薄 但是它還保養它的脆度 然後肉非常的嫩 肉汁也非常多 而且重點是因為它是 因為我剛剛吃配材料是有點冷掉 這個是還是熱的羞耶 咬起來非常多汁耶 以前小時候啊 你會去補習的時候 補習旁邊補吃就會賣珍奶 雞排或雞塊加珍奶 這樣50塊嗎 還是45塊的時候的那種炸雞皮 哇 很好吃耶 我把45個吃 這邊可以 我們來吃看大家推薦的雞翅 味道是怎麼樣 來 噴到了是不是 雞翅也很好吃 而且雞翅這個部位啊 因為這邊的肉比較緊實 很多雞翅這邊的肉 其實會造得非常的乾 但它連這邊的口感都是嫩的 它跟配齒的醃漬味完全不一樣耶 完了 這兩間我都很喜歡耶 這兩間我都可以坐在它旁邊 它的那個雞翅裡面的肉雖然很少 但是呢 它咬起來那個外皮內脆 你還是吃得到裡面的肉的嫩 非常的剛好 但是呢 我還是推薦雞腿 然後再來是地瓜薯條對不對 地瓜薯條是大家推薦的 吃太陽啊 不可以再叫我餘舌 欸 蚊子 該怎麼我的腋下 欸 蚊子 該怎麼我的腋下 欸 它的地瓜薯條吃起來非常鬆軟 然後甜味也非常的夠耶 好吃 完了 我最經驗的是它的地瓜薯條 我覺得雞腿也好吃 然後地瓜薯條我也很愛 搭這個可以主供一下 接下來下一家 要去哪裡呢 你穿合照 我穿著度假風的衣服 配著這個紅髒花 是不是覺得相當的浪漫呢 一個人的耶 我的心 欸 你們兩個為什麼同時推開 我們現在呢 要去虎林市場的東家炸雞 這一家呢 其實我很久以前很常吃 因為我曾經住在虎林街附近 所以我現在非常的期待 然後呢 我其實吃那一家吃了非常的久 我知道剛剛都啊 這麼知道啊 原來它是一間連鎖店 但是呢 講到市場炸雞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虎林東家 所以我一直以為它就是一個個人的店 哇 而且我現在有點擔心 所以我這時間去 不知道我沒有辦法成功的搶到炸雞 因為等一下是一場戰鬥 我們開始吃了 小嫂子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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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買到了東家炸雞 大家有剛剛看到我戰鬥的樣子嗎 我先跟大家說 東加炸雞呢 它不用排隊 去你只要有位子 你看到有籃子空位 你夾了就是對了 給大家看一下 它也是薄皮的形式 但是呢 它跟我們剛剛上一天吃的聞得有點不一樣 它顏色比較深一點點 然後它雖然也是薄皮 但是大家有發現它的那個 塊狀顆粒感好像有比較多一點點 這個香味 而且重點是它是現炸的 現炸出爐 你就是要直接給它搶就對了 東加炸雞啊 它雖然跟我們一樣是脆皮的 但是呢 它的醃漬味 它醃漬的口味上比較重一點點 而且它的鹹香還帶有一點點甜味 重點是它的肉其實吃起來 是比較有Q彈的那種口感 哇 舅舅吃一隻還是很好吃 哇 它那個醃漬料不知道到底放了什麼 它吃起來的感覺都很…很特別 網友說嗎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但它吃起來的口感上真的是比較不一樣 就很香 可是還有一點點的甜味 我覺得大家可以點的時候 不一定要加它的胡椒 因為它本身醃漬的那個鹹度就很夠了 這個是雞塊 其實我最常買的是雞塊 他們家雞腿 甚至少數的炸雞店裡面 我會特別點的 因為以往炸雞店我只喜歡吃腿排 對 腿排的鹹度我覺得有點高耶 三味也比較明顯一點 雞皮然後另外自己拔起來 有沒有 就一騎趾 我們就一起出發蝦椅啊吧 沒有 我們就一起出發蝦椅啊吧 天色突然轉暗了 但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買到了 我們現在正在萬華 萬華的神秘的一間炸機 它叫金味炸機 重點是它之前你查Google 它還沒有地標 你只能認財券行 你才可以買到這間炸機 然後重點是它的雞肉是溫體雞 這間金味炸機 我剛買超級無敵多 來吃吃看它吧 它目前並列我今天的第一名耶 我現在目前吃到現在第四家 第一名有兩家 很好吃耶 你看 它的皮啊 它是介於薄皮跟那個厚皮的中間 但它酥脆的程度非常剛好 它不會讓你覺得無辣無耶 它就是咬起來酥在配上裡面 它這個肉 有油 有肉汁 但是又不會軟爛 就有口感 然後可以咬起來又很嫩 哇 我們來吃一下雞翅 因為我剛剛在排隊的過程中呢 每一組的客人不管買什麼 但一定有買雞翅 我來吃看它雞翅的味道怎麼樣 我覺得它雞翅也是好吃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雞翅跟雞腿 對 明明就是一樣的炸油炸出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雞翅的那個油味稍微比較重一點點 但是它雞翅本身炸的那個皮跟肉的口感還是很棒 尤其是我覺得它沒有醃漬很重這一點非常的加分 這間我覺得可以 價格不會貴 然後肉的口感又很好 皮的酥脆程度也非常的剛好 加一點點胡椒提味 完美 唯一的缺點就是離我有點太遙遠 然後對面不知道在競標什麼海鮮 我超想買的 大家 我剛剛金胃炸雞拍完之後呢 我想說因為我買很多 在吃上很悠閒的吃 我剛剛買的另外一個大雞腿 都是問題雞 炸皮也都一樣 但不知道為什麼大雞腿特別好吃 而且大雞腿大家有沒有想到 五月天 因為他們以前的第一個公司 叫大雞腿公司 我不是要塞這個啦 可是它的大雞腿真的特嫩耶 它的那個味道也很適中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落差 來了 我們從早拍到晚 最後一間是在板橋滑江市場的奇遇炸雞 而且非常有趣是 我們其實呢 剛來的時候很怕它已經賣完了 還特別打電話說 請問可以幫我們預留三個雞翅嗎 到現場的時候 不然原來我們打錯了 打到另外一家店了 我剛剛不是來 也有照片耶 打電話耶啦 我沒有看 欸 沒有接耶 沒有嗎 沒有 沒有 你是打到誰那裡啦 我們沒有 給大家看一下 我剛剛其實滿想點雞塊之類 其他類型的 但它出爐的全部都是那個雞翅 然後我還點了它的地瓜薯條 它的榨比是跟那個配齒的比較像 是比較厚皮的那一種 它雖然是厚皮 但是它的酥脆程度也是非常的適中的那一種 然後 因為我吃到的這是剛出爐的 我覺得它的肉汁跟油脂非常的多 然後醃製的味道也不會太重 你會吃得到肉本身的那一種甜味 我剛剛其實看它胡椒粉撒超多 但我覺得吃起來的鹹度沒有到 我想要做那麼的鹹耶 上一間是那個金位 金位吃起來皮是比較甜一點 這個是比較 有帶一點點甜 但是鹹度比較多一點點 然後它裡面的肉也是嫩 然後比較多汁 但是它不是比較有Q度的那一種嫩 它是比較軟嫩的那一種嫩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地瓜薯條 我們車上有地瓜薯條戰士 因為我剛剛我覺得溫德的那個地瓜薯條 對我來說還不錯 因為我本身其實很少吃地瓜薯條 然後我們辦公室的少女們 他們剛剛吃的時候 嗯 我覺得不夠濕潤 我剛剛看了它的地瓜薯條這麼大 根本說我想說嗯 再來品嘗試試看 這個就是你們心目中的濕潤 我覺得它跟溫德比起來 溫德是算咬起來刷刷 然後對我來說 我覺得溫德的濕潤是還滿OK的 但是這個比溫德再更濕潤一點 梅子粉就是 一般常見你會點的梅子薯條的那種的梅子粉 但我覺得地瓜薯條本身還OK 開始了是不是 各位 我今天是一個月肌肉 沒有辦法 月肌肉無數 月 我今天是月炸雞無數的女子 終於吃了五家大台北地區的市場炸雞 先跟大家分享我個人心目中的 TOP ONE 但是我現在很難抉擇 因為我現在TOP ONE有兩家 首先呢 我最喜歡的第一家是 配瓷 它的皮算厚的 但是呢它皮脆 但又不刮嘴巴 裡面的肉又非常嫩 調味又非常的剛好 重點是我吃掉的時候 它已經是常溫 沒有任何溫度的狀態下 我還是覺得它很好吃 所以我就會很期待說 如果是吃到它熱的時候 不知道它的味道會有多讚 然後 另外一個並列第一名的 就是我真的這兩家很難抉擇的 就是金味炸雞 因為金味它的皮呢 就是介於你知道薄皮跟厚皮之間 反正它的酥脆程度就是 剛剛好 重點是 它的皮就是一越咬 它就有一個很甜鹹甜鹹的那種味道 我其實有點不確定 它炸皮是用什麼做 可是它咬起來就有點甜甜的 又有點帶鹹味 而且重點是它調味也非常的剛好 這就是我今天市場炸雞的前兩名 但每個人口味不一樣 所以大家如果有 自己心目中喜歡的市場炸雞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我們今天呢 市場的一日遊 就到這邊 就先這樣了 各位 掰掰 我今天是雞米子喔 Chicken G-G-G-G Baby Baby Forever once